将心终于谈恋爱了 都这样高调秀恩爱了 网友 求你们在一起吧 众所周知 将心是在《甄嬛传》里走红的 之后她虽然在《花千古》里饰演一个配角 但还是凭借如火纯青的演技征服了无数观众 也许大家不知道 将心已经在娱乐圈里大拼20多年了 第一部剧是1991年的《坠子皇后》 后来在《天龙八部》 《仙剑奇侠传》里也有出色的表现 奈何颜值不算出众 还长得微胖微胖的 并且又勇于对抗娱乐圈的潜规则 说话口直切快 得罪了圈里的很多人 导致自己的戏路不太好 如果不是真缓转 还真不知道她猴年马月才能爆红 以蒋心做事不圆滑 刚直不阿的性格 别说与性朋友会离她远去 就连男性朋友也不敢轻易接近她 谈恋爱就更不用说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叶祖欣是蒋心唯一公开过的男朋友 在一起之前是十多年的好友 叶祖欣也属于口直心快的类型 并且还热衷于公益事业 经常跟着韩红做慈善 也难怪蒋心会跟她那么投缘 这段恋情一开始并不被看好的 因为在当时就连蒋心自己也说 男友叶祖欣比自己小一岁 我希望她可以快一点成熟 而她也希望我可以变得小鸟依人 这一段就连他们都不看好的恋情 只维持了四年多 分手后叶祖欣迅速找了一个 比自己小六岁的新女友张嘉宁 是甄嬛传里温太医张小龙的外甥女 即使叶祖欣的做法不太妥当 但是蒋心却站起来维护她 我们是性格不合才分手 请大家不要侮辱为心中的纯洁善良的大男孩 分手后蒋心事业反而越火红了 既然如此那说明她跟叶祖欣分手也是一件好事 那观众在说叶祖欣的不是 那就真的说不过去了 现在蒋心凭借欢乐总再度爆红全国 当初在关于这部电视剧的某个活动上 她和王凯的亲密举动也是让大家颇为高兴的 可惜还是没有在一起 最近蒋心被曝光了一张跟一个陌生男人牵手的照片 照片中的男人看起来挺Nan的 并且从面向上看也许会是一个很有担当的大男人 照片中蒋心被她拉着 一脸的小女人模样 完全被对方掌控在手里 如此看来 这恐怕是要发糖的节奏哦 不过很可惜 实际上这是蒋心在宣传新剧 男演员名字叫李光杰 比蒋心大两岁 也是一个17年的老戏骨了 在使徒行者中有着出色的表现 虽然她的名气不如蒋心 但蒋心的择偶标准很简单 面包我可以给 她给我爱情就行 而且她不用太帅 普普通通的 比我高就好 看完后蒋心和她的牵手照 网友纷纷表示 都这样高调秀恩爱了 求你们在一起吧